哈囉,大家好,歡迎各位觀賞夢想家裝修筆記 這次我們要介紹的案例是一次換屋入住前的整新 我們購買了新房,裝修是在交房後遇到的第一個問題 這一集視頻我們將透過一個實際的案例告訴您 如何用最實惠的預算達到最理想的裝修效果 希望可以幫助您正確的做出之後的裝修方案 好了,我們廢話不多說,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這是一個屋齡30年的老房子 牆漆的顏色已經不太均勻,而且也太深 格局封閉不開闊,廚房的樣式有些老氣,根據太少 屋子的中間還有一個老爺爺大壁爐 不僅不實用,還會不斷的掉灰 這樣的風格住著實在是有些壓抑啊 首先,我們要拆除不必要的隔牆,將廚房改成開放式的 加上客廳的視野就十分大氣了 現在天氣已經沒有那麼冷了,我們移除掉壁爐 整屏客廳的牆面,也加大了主臥的衣櫥收納的空間 當然,開關和插頭主導著我們的生活動線 所以也要一併修改喔 空間動線都優化了,房子自然就變大囉 本來,櫥櫃設計的太矮,而且顏色太深 這給使用的人很大的壓力 最重要的是收納的空間也不太夠 我們重新設計了較高的吊櫃 並且改用白色為基調重新來設計 淺色系會給人明亮輕鬆的感覺 這也是近年來大家最喜愛的裝修配色 尤其決定裝修的風格 所以我們當然也是延續淺色系的設計 我們使用時尚的淺灰色,作為主要的漆色 並且我們還在客廳和主臥房設計主牆面 使用木線去做裝飾,並且漆上深一度的灰色 給視線量好的指向,加大空間視野 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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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缺少的環節 決定裝修方案之後,依照您想要的風格來挑選 非常重要 這一次屋主選擇幾何線條的根據 搭配整體淺色系的裝修,就顯得非常有設計感 決定一個好的裝修方案 首先一定要決定您想要的風格 您可以多參考網上的作品 找一個整體看起來最喜歡的樣子 其次要決定您必須要做的項目 除了損壞其居住隱患部分的修復 大部分的防止整心 油漆、地板、地角線是一定要做的 再來就是功能性的項目 例如說盒間、設計出租單位、新增廁所、廚房這些工程 最後再考量細節優化 例如增加電路、增加燈距、公式木線等等的工程 按照這樣的思路 可以將您的預算使用效率最大化 裝修出您想要的房子 如果您對在加拿大裝修的相關內容有興趣 也歡迎您訂閱關注我們的頻道 我們將會用一次一次的實力按鍵 和各位分享裝修大大小小的知識 內容一定干貨滿滿喔